Hello,北基道,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新加坡民航局航空局航空局局長黃桂玉 星期三,3月1日在東南亞國際機場會議與展覽的一場會談上說 將而機場與搭客大廈有不少的研究 探討如何改善乘客的體驗,包括使用更多生物特徵的方案 更加必須要作出很多改變,尤其是機場的空側區 民航局和將而機場集團,未來三至五年會密切關注到不同的自動化和創新的試驗 而且不只是試驗,還要落實去推動 這個我們需要跨出一個很大的部分 並且各方面的科技都得到他們應有的商業價值 他繼續解釋,空側區至今仍有很多高度依賴人力 例如,側體飛機對待的時間 行李現在依舊得靠員工裝設 跟著呢,行李會轉到搭客的大樓 這個是世界所有機場都現在面臨一個問題 大家都要用一個非常快速自動化的方案去解決 但是,怎樣才可以體驗到真實的自動化呢? 去講民航局和將而機場集團,會關注這件事之外 我們一定要在整個空域發展裡面,人力復甦之際 我們要將這個水平控制得非常好 因為在2019年疫情 如果我們繼續發展,又要不斷加這個人手的話 我們的成本就會將會非常龐大 所以一定要自動化 所以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想很多很多的創新方案 也都要體驗到商業價值 而其中一個就是側體飛機 怎樣利用一些新的技術呢? 這個技術叫做Track Easy 是Smart Airpods System,亞太地區總監 拍皮藥接受訪問的時候 將而機場參與Track Easy這個項目 共有三 2021年至到現在 其實累積已經走了2000公里了 至於第五行的發展 黃桂玉說現在這個方案 我們確實要預留很多實踐空間 而這個試驗計劃 測試行李的牽引車 除了Track Easy之外 這就是無人駕駛行李 另外這是無人駕駛行李牽引車 另外一個項目 我們跟英國的機場運輸科技公司 Arigo合作的測試行李、自行行李推車 Auto Dolly和Auto Dolly Club 黃桂育說除了無人駕駛之外 整個民航局和章義機場集團 也同意探討另一件事就是Robot 機械人應用的方案 空側區會有很多通過這些實驗的機械人的方案 包括採用磁盤、吸盤、外骨架的方法 一步一步將他們的發展取代大量人力的虛號 我們要知道為什麼我們要發展 也要探討這件事 因為未來我們要在不斷的情況 還有不同的天理的情況 都要順暢地應用到這些技術 現在這個空側區一半的車輛 由這個行李牽引車 有四百輛左右所需的司機都非常多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未來會聚焦 如何落實用無人駕駛 以及robot這些技術 大家又要注意一下 這樣也非常好 但是 在T5這個 這個 航空樓 柏皮爾說 我們的Track Easy面對的挑戰 其實已經大部分解決了 尤其是小雨沒有問題 但是一落到傾盤大雨的話 激光的影像監測系統會受到干擾 這個是科技的過限 盲點來的 但是整個世界 我們沒有可能說 不預計會有傾盤大雨 所以碰到這個情況 我們就要改了這個Track Easy無人駕駛 要由操作人員接手才可以做到 所以這個 我們目前的計劃操作 就是Track Easy在雨天 需要一個安全駕駛員一起隨行 去做這個測試 現在正在評估 但是究竟會怎樣落實呢 他相信都有辦法去克服這個技術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 將而機場未來三至五年 有什麼驚天的突破 就是全部可能都會慢慢地 用完無人機和無人車去做運輸工具 多謝大家